- 如何加無線麥克風接收機 連接到卡拉克扣拉機? 這次我們使用ACD5802這個系統有兩個頻道 也就是有兩支麥克風 這個是採用5.8GHz的一個系統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它的前面它有寫Channel 1跟Channel 2 也有兩個螢幕 這個螢幕裡面它已經設定好的頻率是一個01跟一個02 今天主要是介紹它的後面板 各位會看到它有兩組輸出 Channel 1就Channel 1它也有一個6.3的輸出孔 跟一個Canon的輸出孔或是叫XLR的輸出孔 那Channel 2也是第二個Channel的輸出也是同樣有一個6.3 跟Canon的一個輸出孔 當然我們現在看看卡拉機來講 它也有三個麥克風的輸出孔 所以這三個麥克風的輸出孔都是6.3 我們的接法就是要使用6.3的信號線來去和它做連接 5802它的輸出的模式它有兩個輸出模式 一個叫做分離輸出 也就是需要用兩條信號線來去輸入到卡拉機裡面 兩個麥克風的輸入孔 那另外一個叫混合輸出 它只要一條的信號線輸入到卡拉機一個麥克風輸入孔 它就可以由兩支的麥克風同時輸出 那首先跟各位介紹混合輸出的一個方式 這邊有個切換開關就是Output Mode 就是輸出模式 一個是分離separate 一個是mix 我們現在把它撥到mix 那我們現在用一條6.3的信號線 那我們首先先插在這個第二個Channel 的mix輸出 然後再接到這個擴大機的麥克風1的輸入 接完以後呢 那我們現在先把接收機的電源打開 再來我們再打開擴大機的電源 我們現在拿第一支已經對好屏的無線麥克風 我們把電源打開 對著它講話 但是為什麼沒有聲音 因為我們擴大機音量沒有打開 我們先把麥克風1的音量打開 打開大概在10點位置 就已經有聲音的輸出 接著我要把第一支的無線麥克風電源關掉 再拿起第二支的無線麥克風把電源打開 我對著它講話 第二支也有聲音了 我把第一支也打開 兩支加起來 接下來這個是第一支 接著第二支 兩支同時都有聲音輸出 接下來我們再講所謂分離輸出 分離輸出呢 主要把這個切完開關就是切到shablet 我們要做銜接的時候 或是拆除信號線的時候 先把擴大機第一個麥克風的音量 我們先把它關掉 然後我們就可以拔起來 拔起來以後呢 第一條線我們插在第一個channel 就是第一個通道的輸出 插進去 然後我們再拿6.3的信號線 我們從這個channel2第二個輸出 插進去以後 接到擴大機麥克風2的輸入 接好了 我們把第一支的無線麥克風 電源打開 那我們也是對著它講話 因為剛剛已經把那個 個別音量把它關掉了 所以我們現在把擴大機 麥克風1的音量打開 所以第一支無線麥克風的聲音發出 我把第一支關掉 再打開第二支的電源 那我對著它講 沒有聲音 我們把擴大機 第二個麥克風輸入的音量打開 我們現在也是一樣把它調到 大約在10點的位置 喂喂喂 現在第二支 第一支 所以兩支麥克風同時都有聲音輸出 以上是給各位介紹 如何加無線麥克風接收機 卡拉克擴大機 做輸出跟輸入的一個連接 今天就給各位介紹道具禮